好,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这节课呢 继续是桥梁的通用知识 这节课介绍的是钢筋的施工技术 钢筋在我们2022年校材 算是变化幅度比较大的一个章节 但是呢,就考试而言 有一个是通用的考点 关于钢筋的存放 另外一个是能够考试 只可惜是在我们的2021年考试给考到了 尽管是今年新增 但是去年刚刚考完 今年不适合再考 好,我们看关于钢筋施工技术第一个 一般规定 钢筋应该按不同的钢种级别排号规格 以及生产厂家分批验收 也就是说你的验收批是按什么进行划分 第二个就是我们教材新增的 其实呢,这是通用的支点 严格来说,这些支点考试都已经考过 原来我们钢筋啊,更多的是应防止锈石啊 污染变形 呃,在工具存放时按不同的我们品种 规格分批分别堆放不能污染 并设,啊,设立呢,识别的标志 好,存放时间不宜超过六个月 存放的场地呢,应有防排水的设施 啊,并且钢筋不得直接置于地面上 应该垫高或者啊,堆置在台座上 顶部呢,采用合适材料给覆盖 防水浸,雨林 呃,金属材料 存放在现场 下面要垫高 上面要发覆盖啊,防雨 防潮,防雨露,防污染,防腐蚀 这是什么呢 金属材料通用 只不过在钢筋这儿 2020年啊,2022年 他就是重新的给他标识出来 其实如果不写 考试考出来 借助于我们玉婴力金 咱们也应该能够把它啊 把这个采分点拿到 后面啊,是关于钢筋的级别 种类啊,直径 应按设计要求采用 当需要代换时 由原设计单位做变更设计 这里边一定注意啊 人家强调的是原设计单位变更 第二 你那个钢筋 比如说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钢筋 呃,是16的设计 16的钢筋没有了 我这现场有多少 有呃,18的啊 16的没有 我用18的可不可以 可以 先距 可以拉大 用14的行吗 也可以 先距变小 所以哦,这样都可以啊 让这样你16的钢筋 我没有,我用28的钢筋 我间距变得特别大 不行 它只是有一个级别啊 只能说啊 我们一个增加或减少一个级别 一个等级 啊,钢筋呢 啊,12的啊 什么14的,16的,18的啊 这个时候不能说啊 你差多个等级 即便这是长池 我们也得由原设计单位啊 做变更设计 这是一个常识内容 好,后面 呃,制作 我们预制构件的这个钓筋 必须采用未经冷拉的热闸光源钢筋啊 不得以其他钢筋替代啊 吊环尤其构件大梁啊 上面这个吊环 必须用这个热闸光源钢筋 HBD300的啊 你不能用螺纹钢 那螺纹啊 结实嘛 结实 但是它特别脆啊 所以用作这种吊环不行 后面是关于钢筋加工啊 钢筋加工 这里边呢 呃,内容呢 有点多 咱们梳理一下 钢筋曼制前 应该先给它调直啊 钢筋优先选用的是机械方法调直 是,就是钢筋加工厂 有几个钢筋的设备啊 切断机 弯钩机 调直机 啊 钢筋呢 优先选用机械调直方法 有没有其他方法 有冷拉方法进行调直 比如用我们的装载机啊 拉着这钢筋往前拉拽 这个时候啊 叫冷拉 冷拉调直啊 能够把钢筋适度的拉伸 能伸长 但是呢 你不能想着以此发财 哦 还能伸长一点啊 那我拉得很细很细 这肯定不行 要求呢 HPB300 就这个光源钢筋 它的冷拉率 一不大于百分之二 啊 过去呢 说啊 应该不得大于百分之二 现在呢啊 给说的呢 更严谨一点啊 说建议啊 你不能大于百分之二 HPB400 这罗维钢筋呢 冷拉率 一不大于百分之一 啊 这个数字啊 或这个前面的银啊 银啊 它换一换 对我们考试 应该说 这里边 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 钢筋 下料 其实无外乎切断呀 翁钩啊 但是这样切完了 弯制完成 就是成品了 那么钢筋 加工成成品 叫下料完成 那整个下料以后 按照种类和使用部位 分别挂盘 标明 就这一句话 在2018年 我们二件考试考到了 钢筋 加工完啊 一个要标识 它的使用部位 比如 打桩的 哪根桩的钢 哪根桩的钢筋笼 你都得有这个啊 得能够说清 当然除此之外啊 其实 准备 这是加工好的 真正的深度加工的 比如钢筋笼啊 钢筋拍啊 做好了 你还得说啊 我这个是验收合格不合格 还有这些标识板 能够引申出来的考点 但是你能够发现出来 钢筋所有的考点 都是围绕什么展开 钢筋所有的考点 都是围绕检查验收展开的 而不是那些技术 好 这就是我们钢筋调直机 啊 这就是螺纹钢筋 啊 这就是我们光源钢筋 啊 呃 它冷拉率 肯定要大一点 它肯定就小很多 后面 当今末端 汪州形式 应该符合设计要求 或规范规定 啊 这句话 在我们书里边 得出现过一百遍 在考试的时候啊 施工要求 你不会写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写上 符合设计要求 或标准规范规定 好 后边啊 我们钩筋 弯钩的弯曲直径 应大于被钩 主筋的直径 钩筋 也叫套子筋啊 把这个整个主筋 给像一个钩一样 钩起来 啊 整个绕着它 绕着这钢筋 注意啊 这是这个主筋 这是这钩筋 钩筋呢 跟主筋接触这块 它就得拐弯 那么这个钩筋 啊 弯曲直径 应大于被钩 主筋 我这手支的 就是钩筋 这个笔 就是主筋 这就是 它啊 这个弯曲直径 得大于被钩 主筋的直径 比得比它要大 否则就卡在这儿了啊 然后呢 且 HBD300 不得小于 孤筋直径 就是这手支的 本身的 这个直径的 2.5倍 HRB400 这螺纹的 不得小于 孤筋直径的 5倍 啊 这个孤筋 本身的 一个不能小于 被孤 主筋的直径 啊 另外不同的钢筋 还能不小于 孤筋本身直径 2.5倍 孤筋本身直径的 5倍 那么弯钩 平直部分长度 一般结构 不小于 孤筋直径的 5倍 有抗论要求 不得小于 孤筋直径的 10倍 啊 这个我们可以 看一下啊 这就是 我们的 螺纹钢筋 啊 这个半径 啊 要注意 首先得大于 被孤的主筋 还得跟他 本身 有一个交代 这边 也是 螺纹筋也是 这就是 汪钩 末端 平直部分的长度 如果正常的 就是5倍 有抗震要求 啊 将来有地震 那这孤筋 啊 是不是容易 在混凝土一震动 啊 散开呢 那 这个平直部分的长度 尽量长一点 多长呢 有抗震要求 是 孤筋直径的 10倍 锚固在混凝土当中的 这个长度 要尽量的 更长一些 后面是 关于 钢筋 一在 常温状态下 弯制 啊 不宜夹热 钢筋呢 一从中间开始 逐步 向两端 弯制 弯钩呢 应一次完成 钢筋的 光钩机 第一个 你别加热 啊 第二个呢 钢筋 从中间开始 逐步向两端啊 这么均匀的啊 这么弯制 这是 整个钢筋加工厂啊 这光钩机 它的使用率 非常非常高的 后面是 关于 钢筋的 连接 啊 钢筋连接 啊 这里边介绍 热达钢筋的 接头 这里边热达钢筋 接头 符合设计要求 设计没有要求 这是符合下列 规定 什么规定呢 钢筋 接头 以采用 焊接接头 或机械连接接头 有焊接 焊接 挺多的啊 我们的 比如说 闪光对焊 啊 手工电污焊 啊 电扎焊 好 呃 这是焊接接头 机械连接啊 现在也比较多 呃 现在呢 直螺纹 丝扣连接啊 这就是比较多的 当然 过去还有那种套筒 挤压式连接 好 这就是套筒 挤压连接啊 这就直螺纹 丝扣连接 而我们这就是 手工电弧连接啊 真正的手工 电弧焊 进行连接啊 电扎焊啊 闪光对焊啊 大家一定注意啊 闪光对焊 现在呢 是用的特别特别多 这里边啊 咱们科普性的内容呢 你就记住啊 呃 考试 他也不考 总之 他的原理呢 将两根钢筋 安放啊 成对接的形式 利用电阻 使这接触点呢 这些金属啊 融化 这个时候可以产生 强烈的这个飞电 这个时候形成闪光 迅速施加顶压 哎 直接的 不是处于融化状态吗 就顶在一起 给粘在一起了 现在用它的呢 比较多 可以批量生产啊 这是它的一个优势 而且呢 连接的这个强度呢 就是接头啊 经过检查 也是没有问题 主要是速度快 节省材料 你说用手工电弧焊 焊工的成本啊 现在是越来越高 当普通混凝土中的钢筋 直径等于 或者小于22毫米的时候 并且在没有焊接条件的时候 可以什么呢 采用绑扎连接啊 直接绑扎连接 但是人家说了 受拉构件中的主金啊 不能采用绑扎连接 两根钢筋接头啊 这是在绑扎 当然那种两根钢筋接头的位置 给它搭接 然后用绑丝进行绑扎 第一个钢筋的直径 得小 第二没有焊接条件啊 然后呢 又不是受拉构件的主金 这个时候你可以用绑扎式连接 后面关于什么钢筋骨架和钢筋网片的交叉点焊接 以采用的是什么呢 电阻减焊 这些是考选择 后边钢筋与钢板的梯形连接 以采用埋胡压力焊 或者电弧焊 这些是我们的选择机的点 永远不会考案例 手工电弧焊 这就是手工电弧焊 后面呢 就是关于钢筋接头的设置 钢筋接头设置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呢 同一根钢筋上面尽量少设置接头 好像不光是钢筋吧 你说咱们做一个SMW工法装 那工法装是不是也尽量哪个行钢少设接头啊 第二个 钢筋接头应受在受力较小的区段啊 不以位于构建的最大弯矩处 以比如一根梁啊 那么对于梁来说 这钢筋 底下的钢筋是不是中间位置 这个位置 弯矩啊 最大呢 那你接头就不能设在那些位置 设在啊 我们的梁啊 三分之一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相对受力较小 在内积焊接或绑扎接头长度区段内 同一根钢筋不能有两个接头 呃 这里边啊 介绍一下就是关于啊 钢筋 区段长度 什么叫区段长度呢 指的是一个范围啊 进算长度呢 从钢筋连接终点到另一个 我们搭接的终点 这就是一个区段长度啊 呃 了解一下啊 它有这一个一个要求啊 不能设两个接头 呃 比如说我们机械连接的 汉接的 绑扎的 它还不一样 这个作为一个了解性的内容 这个支点啊 不好理解 咱们看一下 说街头末端 至钢筋弯起点的距离 不得小于钢筋直径的十倍 什么意思 比如我们这个钢筋啊 我们的钢筋呢 直径假如就是 呃 假如啊 我们的钢筋直径就是十毫米 那么钢筋啊 注意 这有接头 然后呢 钢筋要拐弯 这个图不好啊 这个图不好啊 我们看这个图 那么这个钢筋这儿要进行拐弯了 拐弯 这个叫弯起点 你这个整个折点了 这个叫弯起点 准备从这儿开始拐弯 那么弯起点 对于这钢筋接头啊 注意一定要大于十倍的钢筋的直径 比如这是一公分 你最起码从这儿弯起点往这边 十公分内 不能有接头 这接头最起码是大于等于十倍的钢筋直径 这样看就比较清楚了 啊 这也是一种规定 那么这种规定啊 这些一个一个的规定 都是选择题考试的考点 十公中钢筋 你也分不清啊 这是受拉的还是受压的 那是不是都按照谁呢 按照受拉办理 啊 我分不清了 那一定是从严啊 受拉 这块不是从严吗 钢筋接头部位的横向近距 不得小于钢筋直径 且不得小于二十五毫米 这为什么有这个规定呢 其实啊 有很多的结构达不到这个要求 那个设计人员呀 总是说啊 这个考虑这些考虑那些 画图都能画出来啊 你那画图的线呀 挺细 但实际中就特别难 人家还要求什么呢 钢筋接头部位横向的近距啊 不能不得小于钢筋直径 并且不能小于二十五毫米 这个位置太小了 是不是阻碍我们混凝土啊 胶筑 这样呢 就很容易啊 在这个钢筋与钢筋之间 间距太阳都是沙江了 没不是混凝土的落果了 所以他才有这个要求 但是说实话啊 这个要求往往是不能达到啊 这没办法 规定 它就是一个规定 但是能不能达到 在实际施工中 很多的要求 是不能达到的 这就是新增加的支持点啊 咱们知道钢筋连接 除了绑扎 还有焊接 还有机械连接 那么机械连接啊 直罗纹丝扣连接 是重要的一种 当然还有套筒挤压连接 直罗纹丝扣连接 在我们教材上 今年是新增的 但是考试是在2021年考出来的 考一考你这套筒啊 钢筋的丝扣 这丝头的检查啊 这些考出来 今年尽管这有新增 但它并不会成为我们按理题的考点 好 那么钢筋啊 端头呢 都给做好了这丝扣 有这个套筒 这么一拧就可以了 但是呢 对于这个丝扣进行我们加工啊 呃 加工呢 它是用我们的整个专用的套丝的设备啊 有点类似于管道那丝扣连接 一个道理啊 像那丝扣连接 给加工 然后有专门的套筒 最后引紧 这里边啊 钢一丝头采用专用直螺纹啊 量规进行检查 这里边通规能顺利的旋入并达到要求的啊 拧入长度 纸规旋入不得超过3P 这里边大家要注意啊 通规纸规我们经常说的叫通纸规 其实通规跟直规不一样 这里首先啊 0.0到2.0P 3P这个P是什么意思 P就是咱们钢筋丝呃 这个整个丝头当中的 它是叫做什么呢 这逻距啊 比如3P就是三呃三个逻距 引进去三个逻距啊 这个是就是钢筋那个丝扣啊 丝与丝之间的这个距离 那么什么叫通规 什么叫直规 大家注意啊 通规纸规 如果我们是对啊 如果你是准备啊 呃检查我们的整个的套筒了 一批套筒 这套筒合格不合格呢 注意我们要用通纸规 通规纸规不管是螺杆的还是螺母的 它是什么呢 都是两个如果是螺母 注意啊 带着P 这叫我们的通规 如果带着Z啊 纸规 汉语拼 知语纸 啊 特翁通 这个也是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大的啊 套筒 我要用通规这边呢 往上拧 这么一拧 能拧进去啊 比如规定啊 比如八扣啊 十扣 顺利的这么一拧 抓转进去了 好 这就合格 纸规呢 纸规跟它扣一样 但是呢 它稍稍大一点 比如啊 我们假如说这是十公分 哎 那么大的啊 为了好分 通规可能是多少呢 零点啊 就是比如99.9 纸规呢 可能100.01 啊 是这样 所以纸规呢 能够拧进去 但是不能超过比如三扣啊 人家规定的 哎 你往里能拧的进去 但是拧进去 不能超三扣 通规呢 一定拧进的比较多 这个是检验你的套团 那如果检验你这个套丝 把这钢筋加工成丝扣了 这儿也有通纸规 通规往上一转啊 特别顺畅 一转 抓进去了啊 比如五扣六扣八扣 纸规呢 往里拧 绝对能拧 但是拧进两扣三扣 哎 比较吃力了 好了 证明你这个是合格的啊 这个呢 咱们了解到这儿 就足够了啊 了解到这儿就足够了 是检查你那钢筋的套筒啊 和我们加工好的 带扣的钢筋 呃 后面呢 关于直楼纹 接头安装 可以采用管权扳手 拧紧 其实这种啊 呃 在现场更多的 叫做扭力掰手 啊 这里边说 管权掰手 呃 是 总之 是掰手 拧着 安装的时候啊 把这个整个套筒 往这个钢筋上 这么拧 如果在那边安装呢 直接啊 叼着这个钢筋 往里拧 其实跟我们的 真正管道安装啊 那个管权啊 其实是一样的啊 当然啊 安装后用这个扭力掰手啊 效准扭 呃 拧紧的扭矩 好了 扭力掰手 这个考试当时考的是什么呢 就是考的一个是检查的时候 用什么通纸规 安装的时候 要用什么扭力掰手啊 这个就够了 考过了 不要再管了 啊 这里边第十一条 直罗纹接头现场抽检项目啊 这个应该知道 考试还能考 应包括极限的抗拉强度的试验 加工和安装的质量检验 别的我们可以说 不要去追它了 呃 属于迟到的一个考点 明明应该早来一些 但是呢 他在去年教材上没有 如果说去年这个字 放在我们书中 去年考出来 就有好多人 不会把这个通纸规 扭力掰手啊 这个点给丢掉 但是这个分值在去年的考试当中 它的分值并不高 下面我们看钢筋骨架和钢筋网的组成与安装 这个支持点 在我们教材 2022年是有新增加的内容 在钢筋的现场绑扎啊 关于钢筋绑扎 有下列规定 钢筋骨架多层钢筋之间 应该用短钢筋支垫 确保位置准确 上下层钢筋的板啊 这种底板顶板 一般是马凳 而我们侧墙啊 内外层钢筋之间 应该用这个叫梯子巾 都是保证钢筋的间距 后面是关于钢筋混凝土保护层的 这个厚度 这里边注意啊 钢筋一定要有混凝土的保护层 不能裸露在外 好 那么钢筋混凝土保护层的厚度呢 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设计没有要求 符合下列规定 我就还这种话啊 这不都是废话吗 满品书当中有太多的啊 什么什么得符合设计要求 设计没有要求 你符合这规定 你就直接说不行吗 咱们得记住啊 以后一看这些不用管 考试问什么要求 都得符合设计要求 设计没有要求符合下列规定 管他有没有都这样写 有可能蒙到分啊 好 那么他要求 普通钢筋和预应力直线型的钢筋 那么最小的混凝图宝层的厚度 不得小于钢筋的工程直径 我们钢筋啊 如果直径 比如说是16的 你的混凝图宝层啊 最小是 我们16毫米 当然了 实际混凝图宝层 怎么也比它厚 那么如果这个是20的 那你这个混凝图宝层 就是20毫米 如果是后章法构建预应力直线型钢筋 不得小于其孔道直径的二分之一 这什么意思 你这个整个里边有预应力孔道啊 那么预应力孔道啊 直径 比如是10公分啊 比如说是10公分 这个比较大了啊 10公分 那么你这个构件 那混凝图宝层 必须是什么 你那个孔道的直径的一半 那也就是5公分 50毫米啊 那么这50毫米 说实话 这个宝层啊 就真的是有点厚了啊 50毫米宝层够厚 没关系 你不是厚吗 好 他还有后面的规定 当寿拉区主金混凝图宝层厚度要大于50毫米时 太大了 那这宝层容易脱落 应在保护层内设置直径啊 不小于6毫米 间距不大于100毫米的钢筋房 大家一定仔细看这个图 我们这才是整个主金啊 这个主金外这呢 是混凝图宝层啊 一看呀 太厚了 厚了怎么办呢 哎 我在这个外这啊 一定的位置加个钢筋网 也就是保护层当中又有了钢筋网 那这个宝层就不容易脱落啊 因为他里边啊 这5公分钟又有或者6公分中间又有了这个6毫米的钢筋网 啊 这个支援点大家结合这个图片就可以 好 后面呢 是关于钢筋机械连接的最小宝层厚度啊 他呢 一定记住啊 不得小于20毫米 这是关于宝层 后面这个保护层的重要 可以说如果真要有案例题 钢筋的案例题就是在这了 为什么呢 他应该是换一种形式进行考核 说应在钢筋与模板之间设置垫块啊 其实就是设置垫块就是宝层的厚度嘛 确保钢筋混凝土的宝层的厚度 垫块应该与钢筋叫绑扎牢固 拓开布置 混凝土垫块应具有不低于结构本体混凝土的强度 并应该有足够的逆时性啊 并且混凝土焦筑前应对垫块的位置数量 和紧固程度进行检查 这个知识点比我们原来啊 比我们原来的早年的教材 我们在2021年增加了 从混凝土垫块的要求啊 和第五都是新增的增加的非常好 这就意味着我们有垫块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宝层的厚度 没有垫块就没有不能保护有宝层 那不能保证有宝层就会漏金 所以考试会怎么考漏金 漏金了是什么原因 第一你那个钢筋啊跟模板之间没有设置垫块 第二即便你设置垫块了但是垫块啊强度不够 钢筋跟模板一挤压把它挤压碎了 有这可能 还有没有 有就是垫块啊跟混凝土紧固程度不够 没绑好 一混凝土焦度一震倒 它震倒掉了 再就是数量不够 间距太大 也有可能啊电块与电块中间钢筋跟模板之间太近了或贴上了 漏金都有这种可能 所以这块考试是考什么 考漏金啊 这就是不管是板啊底板啊 比如顶板啊 如果没有电块拆顶板的模板会漏金 包括侧墙也是啊 只要是没有电块也有可能出现漏金现象 好 下面这个支点是关于我们混凝土的施工技术 注意啊 混凝土施工技术是考过案例 不止一次 它真正对于案例的考核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我们的钢筋 尽管我们混凝土的这边它的这个支点呢好理解 钢筋这一块呢比较抽象 钢筋呢适合选择期考试 而混凝土适合案例 那么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这里边啊说再进行混凝土强度啊 适配和质量平静的时候那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应该以边长150毫米的立方体标准试件进行测定 好这是混凝土啊 烫压强度用什么样的支点进行测定 这一定要注意啊 甚至案例从这考核还有延伸点 后面这句话就是选择题的考点了 什么呢 啊关于我们现行的啊 一些混凝土强度平定啊 检验平定标准啊 中规定这混凝土强度啊 平定混凝土强度的方法包括什么啊 特别抽象 别去摆动它 包括什么呢 标准差已知统计标准差未知统计法以及非统计法这三种 直接记住啊 这是选择题的点 选择题的点 有的呢特别抽象 与其你去投入大量的时间去摆动 还不如读上它20遍 绝不会忘掉 是 词乌